各位好 我分享的题目是 临别之言 除夕之夜 遵从政令 策单豪华酒店的年夜宴 自己勉为其难 将就的长厨 双清高堂 及内人 欢聚一堂 其乐融融 殊不知 噩梦降临 大年初一 老爷子发烧咳嗽 呼吸困难 送至多家医院救治 均告知无床位而拒收 多方的求助 还是一床难求 失望之急 只好回家自救 床前静孝 聊聊数日 回天发数 慈母身心疲惫 免疫力 尽失 遭到 烈性的感染 随老父 随老父而去 床前服侍 双清数日 无情的 冠状病毒 也吞吃了 爱妻和我的身体 辗转的 辗转的住家医院 哀求 哭败 怎奈 未被言轻 床位难觅 直到 病入高盲 措施 医治的良机 奄奄气息之中 就广告 亲朋好友 还有 在 英伦的乌尔 我一生 为子 为子 尽孝 为父 尽责 为夫 爱妻 为人 尽成 永别了 我爱的人 和爱我的人 这个是大陆的导演 常凯的遗言 55岁 患新冠肺炎 离世 他的父母和姐姐 也因此而过世 独自 令人心酸不已 另外还有一段是 华中科技大学 红宁教授的妻子 所写的导文 我们可以放在一起读 这一位曾经 女美 在加州 劳文斯 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 是一位 虔诚的基督徒 多次 在武汉的疫情中 到街头 去发口罩 向人传福音 他也是 得这个病 而过世的 亲爱的 我们再说说话好吗 你不要嫌我啰嗦 我知道 你在天上 有上帝的赏赐 也有天使 歌声的迎接 你总是说 地上的一切 都是暂时的 天上的荣耀 是永远的 但我求你放慢脚步 因为我想 再抱抱你 再感受一次 你的温暖 你是好丈夫 平时总是迁就我 任我 胡闹 任性 你是好儿子 每周再忙 也要回家陪父母 聊天问安 你是好父亲 每周都要打电话 嘱咐孩子 不可打游戏 要努力地学习 你是好信徒 对上帝的信仰 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 54岁的英年早逝 你有多少未了的心愿 多少未尽的事业 才几个小时 你就撇下 这老的老 小的小 突然地走 但 我们会再相见 新冠疫情 造成了许多的悲剧 但即便是没有疫情 人们永别的事 还是会发生 问题是 你如何去面对死亡 对基督徒而言 死亡是暂时的分别 我们有将来再相见的盼望 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